那天是小倩喝多了 我不应该去照顾他吗 他喝多了 我只是服了他一下 你就跑上来把我给打了 你那叫服吗 你们抱在一起 亲在一起了 那叫服吗 他那天就喝多了 幸好我那天去了 如果我没去 我不知道你们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喝多了 我可以跟你说 他却只是喝多了 而你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吗 也不算经常吧 因为之前他们公司 跟我们公司有一个 比较重大的合作项目 所以那段时间 比较经常在一起应酬 还有谈工作的事情 那工作的事干嘛要谈那么晚呢 我跟他一起 有其他客户也要一起在谈之旅 所以有时候就会 谈得比较晚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除开工作关系之外 你对小倩 是否有几份 类似于朋友或男女之间的好感呢 确实是有点 妈你现在承认了是吧 你稍等一下 如果小倩是单身 你会追求她吗 肯定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的 真的非常优秀 所以这就很难确定 你能够完全维持到男女之间的基本理解 因为你那些 我会压抑自己的感情 压抑 压抑多久了 你怎么压抑啊 因为 当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告诉我 她已经有男朋友了 所以我跟她的关系 只为知道 我们就是同事 黄先生 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 如果你是小倩的男朋友 你看见她喝醉了 和另外一个男人抱在一起 你会误会吗 我想应该我也会 好 第二 既然是你有理 为什么不来到现场 而且你也没戴墨镜 你离我们的现场 只有一步之遥 因为上次 他打了你 对 你是怕挨打呢 还是怕别的什么 我主要是不想 在现场发生一些 不必要的矛盾 那如果我能保证你的安全呢 你来吗 不去 你刚才说 如果小倩没有男朋友 你一定会追她是吧 对 你现在就有个好机会 你等一下 你刚才说是来分手的吧 没错 分手 真分是吧 我现在无法容忍她来改变 真分 分 你有机会了 哥们 他还要分手 你来现场吗 但是小倩 但是小倩 今天来 叫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那个男的 所以 他们两个 还没有说清楚的话 我是不会去追求小倩 不错 而且小倩就一直跟我说 那个男的对他很好 我觉得你如果是小倩的真的朋友 就像他所说的姐妹 你应该好好地劝劝我身旁的这个 我劝不了 他那个人太野蛮了 我告诉你 我那天小倩喝多了 我就服了他一把 我什么都没做 你什么什么没做 你什么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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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直白的可以跟你说 我跟他没做过任何事情 好 我相信啊 我跟你说两个问题 跟你先说一个问题 如果这事没有 你这样去羞辱你曾经的女朋友 或者是说 有可能将来还是你的女朋友 你把他搞臭了 你有什么好 这是第一 还有你 黄先生 你刚才说 如果是你的话 你也会误会的 说明你应该可以理解 这位先生的感受 对不对 我是理解 当他处理这方式有点 真的太那个 我要哪个 你告诉我 太野蛮了 你知不知道 好 这样你教一下这位先生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处理 我会跑上去 先问两个人 到底是什么问题 好好的说不好吗 非得要动手动脚 我告诉你 而且现在不是我的问题 我还嫌亲了 我得让你住医院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黄先生 打人一定是不对的 但如果你也是小亲的男朋友 能够按照你所说的那种方式 先上去问一下 你们俩是干什么呀 我肯定会 对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很怀疑你是不是个男人 你顶多会 你顶多会气 我会气愤 你会气愤 但我没可能 好像他这么野蛮 就跑上去 把那个男的给打了 那你来现场生气呗 你来呀 你过来呀 我保证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小倩 我也不想去到现场 我是这样想的啊 如果小倩和她的男朋友 还要继续在一起的话 而你又是小倩的好朋友 或者是客户 如果你们之间 确确实实是是 清清白白的男女的关系 或者是友情 你们将来 你们三个人 时早要见面的 可能也会成为朋友 所以你好好的平静一下 考虑一下 待会是否来到现场 好吧 不想去到现场 我想跟你说 他真的很喜欢你 小倩跟你说过 他真的很喜欢 他男朋友是吧 对对对 黄先生真不来了 我保证你的安全 你也不来是吧 柳琪 那天 我当我想亲他的时候 你就一跑上来 把我给打了 你知道那时候我女朋友 你还亲他 你干什么心呢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那你最后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主要想跟小倩说声 对不起 跟他道一个歉 小倩对不起 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祝你们两个幸福 亚俊在现场坦诚对小倩 颇有好感 当晚宿醉之后 试图亲吻小倩 被男友刘琴撞见 而小倩却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亚俊表示 非常尊重小倩 也对当晚之事 深表歉意 可是在真相公开后 刘琪还会接受小倩的告白吗 我告诉你 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 和你都要记住 以后如果碰上 类似于自己的爱人 出现了模模糊糊的事的时候 不要对别人动粗 首先问清楚 自己的爱人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才是主要的 结构核心之一 知道吗 接下来我还问你 你是真分手吗 你不爱他了吗 咱们不说气话 到了这舞台上不斗气 客户都已经帮忙在澄清了 你也有台阶了 其实你也就是需要一个 认可 然后你以前的付出 也不要白费 所以你就答应了吧 你的女友是非常的在乎你 他都能够把自己的客户 请到现场来去说 我觉得你们两个 还是好好在一起吧 是 整的是容不变的是心 之前的话 你就觉得他整了容变了心 那既然他完全心没变的话 我觉得这段感情 还是有机会再继续下去 我并不是一定要劝你和 你可以稍微的闷心自问一下 对得起之前 自己的这一份感情 付出吗 还有有这样的感情基础 既然今天这个女孩如此的诚恳 是不是给他一点点机会 有了这样的男人陪伴在你的身边 何必再去追求那些浮华世界的花花绿绿呢 为什么你会有今天这个风波 就是因为你想要的实在太多了 所以说我真的想提示你和电视机前所有的年轻女孩 漂亮脸蛋配上一颗单纯的心是美貌 漂亮脸蛋配上一颗贪婪的心是话题 慎重考虑你还爱她吗 这样我把舞台交给你们俩 小倩你有什么事跟小刘好好说 好不好 你的那个客户也把这事给说清楚了 信不信任你 是她的事情 我相信你们有长足的感情的情况下 一个男人为你坚守 在你整容之前整容之后都一直陪伴着你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是有一定的胜存 有一定的机会 好吧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接下来是小倩的告白时间 刘琪 我们认识已经快三年了 你是唯一一个 除了我爸妈之外 没有嫌弃我丑的人 我一直都很珍惜你 你对我的好 我都历历在目 每次当我肚子疼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给我买来药 天气冷了 你会给我拿来衣服 给我暖床 每天早上给我准备好早餐 可是我 太爱慕虚荣了 我跑去整容 甚至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情 让你没办法接受 我知道我错了 能原谅我吗 你知道我从小 都被别人瞧不起 同学们都是欺负我 没有人理我 只有你 尤其你回来吧 从小 从小 我就特别羡慕那些长得漂亮的女孩 我也希望我跟他们一样 能够证明我自己 希望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喜欢我这份工作 我可以把工作辞了 因为在我心里面 你最重要 你回来好吗 刘七 小倩 我一直都是 那么的爱着你 我觉得很痛苦 我的心很痛苦 我知道你还是我之前 认识的那个小倩 还是那么的 那么的善良 我会用我自己的努力 去好好的爱 我只是希望你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